至於今早舉行的兩場世界盃半準決賽 比利時和西班牙打到加士仍然打和 要互射12碼 結果比利時以總成績6比5淘汰西班牙 另一場阿根廷就以2比1擊敗英國 而在球賽進行到下半場的時候 雙方的球迷曾發生打鬥和互相扔野 但在場的軍警及時制止 令賽事沒有受影響 現在見到穿藍衣的阿根廷對白衣的英國 在上半場雙方互有攻守 但一直沒有入球 到了下半場開球只有6分鐘 阿根廷球星馬勒當娜 在禁區乘住英國後衛打越位陷阱失誤 把球撞入空門先開紀錄 但由慢鏡頭可以看到 馬勒當娜的手臂撞到球入網 但球證顯然看不到判入網 四分鐘之後馬勒當娜再添紀錄 他在中場截到球 接著連續扭過四個英國後衛 和衝出救球的英國龍門 地球撞入網 打成2比0 現在看慢動作 英國輸了兩球之後全力反攻 到了下半場原場前十分鐘 連尼加在阿根廷的路門口接應全球 近門頂入 但英國隊終於以1比2輸給阿根廷 世界杯決賽前 兩支勁女在一場賽事中碰頭 阿根廷對英格蘭 這場對女背後的故事 就是四年前打完的福克蘭戰爭 很明顯 英格蘭對阿根廷這場賽事 牽涉了強烈的政治背景 不過我們是來看球 就不要想其他不關事的事 位於阿根廷對開的福克蘭群島 被聯合國列為巨爭議性的領土 阿根廷和英國都宣稱擁有這裡的主權 阿根廷的理由是群島很接近他們 英國的理由是群島上的居民 幾乎全部是英國國民 當阿根廷軍隊在1982年4月登陸之後 戴卓爾夫人立即派出皇家海軍應戰 戰時中 649名阿根廷軍人 和255名英國軍人喪生 這場賽事 對女英格蘭 就好像是最後決戰一樣 我們知道 因為世界盃和政治理由 全國上下都秉色正氣 我想英國人心裡想的 和阿根廷人想的差不多 這場是福克蘭戰爭 或者是馬爾維納斯戰爭 無論怎樣叫也好 總之這場波是那場戰爭的嚴重 戰敗的阿根廷人渴望一雪前恥 希望上帝之手出現 現場十一萬四千名球迷 目睹馬勒當那 用手把波撞入英格蘭龍門 但球證就看不到 我想為什麼馬勒當那的第一個入球 會這麼備受爭議呢 是因為大家都覺得很不公平 因為首先是阿根廷想奪取福克蘭群島 然後我們在戰爭打贏了 他們就只可以透過出場 在球場上贏我們一次 幾分鐘之後 馬勒當那展示他的天賦才華 再把球送入龍門 兩支勁女同場較量之後 來到決定勝的一刻 由馬勒當那帶領的阿根廷國家隊 在毫無爭議下奪冠 我們知道我們打敗了英格蘭 會令到所有阿根廷人 上上下下都很開心、很興奮 而我們真的贏了 場球有很多爭議 尤其是馬勒當那那兩個入球 一個是世紀最佳入球 而另一個是被稱為上帝之手的手球 對於我們阿根廷人來說 這場是一場經典的足球賽事 對全世界的人來說都是這樣看 我們會用盡所有方法去贏球 2020年真是使人很難過 馬勒當那因為心臟病去世 憶號傳來 使人震驚、可惜 年輕的人 可能未必知道馬勒當那有多傳奇 我們就一起看看這位足球天才 有多屈肌呢? 馬勒當那自小就在貧民窟長大 天賦足球才華 踢球就是想買一間大屋給爸爸媽媽 初心很順結很簡單 十四歲就踢甲級連賽 十六歲就一百六十六場入了一百一十六球 之後由小寶家轉回豪門巴賽 交出五十八場入三十八球的優異成績之際 不幸地 在對不以包的比賽斷腳 差點要提早掛香 幸好十四周之內就可以復出 但是巴賽並不滿意馬勒當那 決定將它賣給拿波里 這位窮小子變身神一樣的球星 天賦轉回去拿波里 在拿波里創造了兩奪意甲的神話 拿波里所在的南部城市是很窮的 沒有馬勒當那根本抬不起頭 當你為阿根廷球王憑一己之力 為球隊帶來首座意甲冠軍光宗耀祖 家家戶戶都將他的照片 釘在耶穌的超像旁邊 甚至有護士幫他抽血的時候 偷了一瓶樣本 放在教堂供奉 看到現在的意甲 你可能很渴望有下一個馬勒當那的出現 1986年食日杯 阿根廷總共入了十四球 馬勒當那入了五球 五個助攻 球隊主教練維拿多 分話的時候是這麼說的 你們搞好防守可以了 進攻的東西交給馬勒當那 他身上永遠透露著一股 為了勝利不擇手段的飢渴感 半獎決賽對英格蘭所入的兩球 更奠定他傳奇的一生 用上帝之手拍局波入網 是摩 然後施展以一滴六的神父奇技 射入世紀金球 是神 馬勒當那打領全隊在更衣室高漲 阿隆天啊 這個畫面更加成為經典 最後打領阿根廷奪冠 也是阿根廷最近一次奪得大力神杯 世界杯歷史之上 至今有一項紀錄是未有人破的 馬勒當那在1986年單界大賽 總共53次成功過人 前無古人 暫時後無來者 他帶著一種身為江湖大哥的豪爽 面對疫情的時候 馬勒當那除了能夠親自挺身而出 也能夠用直接了當的語言和行為 去激勵凝聚隊友 1986年世界杯四強 阿根廷對比利時 華丹奪接應馬勒當那的長傳 可惜射失了 馬勒當那第一時間就走上去安慰他 跟他說 一個幫我跑了70米的球員 是有權射失這球的 1982年 馬勒當那帶領小寶家訪講 和精工合演了一場精彩的賽事 當時場上的兩位主角 胡國鴻、馬勒當那 都先後離開了我們 劍員、空龍、有幸如何 馬勒當那的領袖力 也幫助他獲得極高的聲望 和眾多的追隨者 人人深深被馬勒當那個人魅力所吸引 成就了他在阿根廷獨特的地位 成為阿根廷圖騰 他經歷吸毒、戒毒 是上帝還是魔鬼呢? 但你無可否認 足球歷史上 他是獨一無二的 比利知道馬勒當那小時候 他很感嘆地說 我們失去了一位足球傳奇 這個世界都少了一位傳奇 有一天 我會和你在天堂相遇 到時我們一起再踢球 今天他走完了一甲子的人生旅程 上帝之手終於要收起了 再見 球王馬勒當那 球王馬勒當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